好 把鏡頭轉到臺北市一間百貨商場 昨天提早打烊 進行全面消毒 因為裡頭有一名櫃姐向媒體爆料 同事五月中家人確診 但她上班期間狂渴了近二十天 還是持續來上班 沒有請假 而同層樓 另外一個櫃姐也確診 之後連這個投訴媒體的爆料者 自己也中標 百貨有沒有隱匿疫情 臺北市衛生局正在調查當中 大門口冷冷清清 明明還不到休息時間 百貨鐵門卻早已拉下 十號臨時提早打烊 原來是要進行全面消毒 大大貼出公告 表示十號只營業到下午五點 有櫃姐就向網路媒體爆料 有位同事五月中家人確診 觀察她咳了近二十天 再加上嗜睡等症狀 但還是照常上班 跟樓管反映 但似乎當成一般感冒處理 後來六月一號 同樓層有其他櫃姐確診 八號這位櫃姐同事也確診 事情爆發後 有讓其他人下午緊急下班 不過不幸的是 就在十號 這位投訴的櫃姐PCR篩檢結果也為陽性 算一算 恐怕至少有三位櫃姐確診 消息一出 人心惶惶 實際製電百貨不便接受電訪 但有向媒體表示 得知確診消息後 九號當天早上就開始大消毒 相關消息一切以指揮中心為準 臺北市衛生局也表示 還在調查中在掌握相關資訊 期盼不會造成防疫破口 解釋報導